在首都巴黎街头,人们可以明显体会到全球对法国的支持。 巴黎每年接待三千多万外国游客,那些依靠旅游业的人担心恐怖袭击可能会吓跑游客。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,你知道,我们靠这座城市的旅游吃饭,旅游业是这个城市主要经济支柱之一。 保安措施严密,旅游点临时关闭,不过虽然游客人数减少,但是还有很多访客抵达巴黎圣母院等著名的地标外面。 有些人回想起美国911恐怖袭击后那种恐惧情绪。 我不知道当时我所在的城市游客们心里是怎么想的,肯定他们吓坏了。 第二天还得去杂货店里买东西,还要把车挪开,因为要清早接到了,所以每天的事情该做的还得做。 我们旧金山人是这样,巴黎人也是一样。 一些游客在巴塔克兰剧院外表达敬意,80多名音乐会观众在这里被刺杀炸弹手杀害。 我理解他们的感受,因为我们安卡拉也发生过爆炸事件,我也失去过朋友,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此刻心里的感觉。 国际游客向巴黎人表达团结,虽受暴力震惊,但不会屈服。 支持这里的人民,支持这里的经济,支持这里的生活,什么也别改变,坚持下去。 法国通常是全世界接待访客最多的国家,虽然家门口惨遭恐怖袭击,但人人热爱的巴黎正在慢慢地恢复过来。 美国之音施瑞福,巴黎报道。